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的是科技媒体WCCF Tech 他们报道说华为正在研发麒麟8000这款晶片 那么预计这款新的晶片将会使用在飞旗舰的机款 而麒麟8000很可能跟麒麟9000S一样 采用中芯国际半导体7奈米的制程 也就是说华为不会把7奈米制程只局限在麒麟9000S 而是打算把新的晶片组带入到一个更实惠的选择当中 在稳定技术面向也就是7奈米的制程之后 分析就认为说华为还要进一步的把晶片的价格白菜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晶片卖的越来越便宜 好 当然透过这种价格破坏 或者是我们说改变那么供需的关系 怎么样看待这个具备着企业家精神跟创意的大胆策进行为 但未来在执行上是不是也有考虑什么样的一些挑战 委员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性能 因为大家说它现在具备了大概7奈米的晶片的这样一个性能 可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说它是用叠加的技术 把两片14奈米的这个晶片堆叠在一起 去产生一个产品它具备7奈米的性能 具备7奈米的功能 那是不是这样子 尤其如果你大量生产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维持那个量率 维持那个性能 因为这个华为出来讲了 华为说这是谣言 我们不是用叠加的技术 那你用什么样的技术呢 说不出来 不过目前至少看得出来 它用这种方式产 不管用什么方式 它目前的7奈米的这个晶片 它的产能是不太够的 速度还是慢了一点 所以你现在如果要白菜化的话 白菜化那个价格 就要大量的生产 才能够降低这个成本 才能够卖得很便宜 就我刚刚讲的 你有没有办法大量的生产 第二个 你大量生产的 那个功能可不保持 这是7奈米的功能 因为整个来讲 最后就是一个市场的问题 过去的六年 整个有这个世界上 有500支的手 500种手机不见了 是 为什么 因为大概有疫情的原因 然后经济不是那么景气的原因 不过在过去的六年 500家消失不见 不是500家 500个品牌消失不见 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原因 是因为饱和 也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 我的手机已经可以用了 以前可能两年换一次手机 有人甚至一年换一次手机 那他现在可能觉得 三年四年 没有关系 就继续用下去 如果是的话 那就会整个 就是说手机的市场 会变得缩小 越来越缩小 尤其现在这个大陆手机 到印度打天下手机 后来在印度 印度的这个市场 对他们不是那么欢迎 所以他们是不是 纷纷打到回府 以后大家都集中在大陆来杀 那这样子 你华为这个手机 你再怎么好的话 同事超格 那你会不会受伤 打到自己国内的市场 所以刚刚委员特别提到 三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它的产能 一个是它的效能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良率问题 确实在现有的 不管是机器 或者是说在技术上面做突破 这是华为目前想要 从市场上面 那么新的一个突破 能不能够收效 继续来观察的 但是在12月上旬 我们先来看的 就是美国商务部 那么出口管制司司长 Kendler 在画面当中的这一位 他就向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 作证的时候 他才说 无论是性能或产能 都可能没有符合 这台装置 就是华为手机的市场 所以说 在这款手机里面的 半导体晶片 性能表现可能 会比前几年还要差 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 他说我们 也就是美国 来画面上的这个资讯 他说美国的出口管制 对于减缓中国大陆 取得先进技术 是有意义的 但摆在事实 这个眼前的事实就是 华为打算把这个新的晶片组 导入到 他说更实惠的选择当中 也说呢 未来的晶片价格 希望朝向白菜化的目标 那这个动作 当然也是试着要 重新拉回到2019年 这个华为呢 在2019年贸易制裁前的 这个主导地位 不过美国商务部 应该也是会先做一些因应 Ross觉得会有一些 什么新一波的制裁吗 一定会有 这个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因为美国只有这个选择 可以有新一波 再来有新一波 再来过一两年 再新一波的制裁 反正就是一波接一波 只要美国的科技业者 研发新的晶片 或相关科技 那美国可以立刻禁止 出口到大陆去 但是我们早也知道 我们不能抵估中国的 研发能力 所以美国只有这个选择 可以限制美国和说服盟友 不管是荷兰 或其他的国家 跟美国合作 配合美国的这些出口限制 但是中国还是有 它的研发能力 而且我们真的不能抵估 这个研发能力 总是会catch up 虽然会需要很多时间 但是早晚就会catch up 所以当初很多人说 你可以制裁 但是over the long term 就是在长期就不会有 这个效果不会特别大了 很多人可能没想到 这个long term 其实是一个short term 因为很快 中国就自己研发相关的晶片 其实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在于 研发的人才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突破 虽然说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不过像刚刚Russ也提到 是原本以为可以稍微hold住一阵子 但没有想到是一下子 当然华为现在要拼出货量 我们知道华为 其实不只是卖手机 它很多的相关的 包括连车子 它都在研发 透过手机部门 现在看到除了这个之外 华为的平板电脑出货量 在今年第三季 以177.9万台 市占率拿下了24% 也拿下中国大陆的平板电脑 国产平板电脑的第一名 年增率高达90% 看到苹果这边就是它的对手 平板的电脑在第三季 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高达 是229.4万台 但是年减了5% 好 一消一涨 那么看到苹果的市占率是出现 逐渐的下滑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华为 激起直追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原因 比如说华为 大家都知道它现在 已经变成是民族的代表品牌 那这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就是说 在整个竞争的战略 背后的一些思维是如何 胡老师觉得 我觉得华为是不是因为美中贸易战 变成一个所谓的牺牲品 而变成这个所谓民族品牌的代表 这个说法蛮有可能性的 因为它越是被美国挑明着打压 中国大陆的这些爱国的人士 可能就会想要买华为 甚至有意或无意的抵制 美国制的这些相关的产品 那么这个iPad 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指标性的美国产品 其实有点像是 常常麦当劳在海外 就被当成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一样 有些事情就会砸他的门等等的 但民族主义之外 民族情节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性 当然其中包括了中国大陆平板 特别是比较中高阶平板的品质 从过去的说荧幕不好 电池用一年就挂了等等 现在慢慢也进阶了 所以它的品质的进步 也会让一些中端的消费者 开始考虑买国产品 而不会买博来品 洋品 而且CP值高 对 另外这个华为 现在 其实不只是华为 包括一些 包括像小米 联想 或者是昂达这些 不管是比较有名的 或者是中下端的品牌 他们想的是什么 现在中国大陆在去年 差不多2023年 应该今年来讲 大概把库存出清到 蛮大一个比例了 再加上包括AI的演变 还有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或产业别 这些平板的使用率越来越高 譬如说K12的教育 中小学的教育一路上来 还有像银行 像医疗 这个特别在台湾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有些 某些医院的数位化的进步 比台湾还好 好 再来还有像中小企业 这些配合着AI的进步 所需要用的平板越来越多 所以呢 明年出货量看起来也是可观的 会往上继续供顶 那这个时候 这些中国大陆国产品牌 来分食这块大饼 那当然是要用相对低廉的价格 而且要用更好的品质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 是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中国大陆工部门现在禁用iPad 那这个时候iPad的销路 当然也会受影响 所以变成是说 种种的因素 现在看到 但不变的却是 美中科技竞争 是不断会持续下去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看到了 美国半导体公司 美光科技和中国大陆国企 也是福建进华 这两家科技厂商呢 意外达成了全球性的和解 但整件事情呢 必须要拉回到2017年 开始来看 2017年的12月 月末也就在这个月份 这个时候 美光在美国加州联邦法庭 他控告福建进华和连电 台湾连电 这边说呢 连电透过这个美光台湾的员工 偷取了美光的智慧财产权 就是知识产权 包括了DRAM的关键技术 而且把这个技术 就交给了福建进华 就在2018年的1月 福建进华呢 就针对美光一系列 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产品 控诉他们侵权 对美光提出了诉讼 这官司打了6年 最近呢 美光科技发言人呢 就在一份媒体电邮的声明当中 声称他们已经跟福建进华 这个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 双方达成这个和解协议 确实让人很意外 就是打了6年多 这官司本来以为会继续打下去 但是突然就说 我们已经达成了全球性的和解 委员觉得关键点是什么 我觉得不外乎就是钱 对不对 这个尤其是科技公司 这就是专利嘛 所以你有侵权嘛 那我告你的目的就是 除了不让你用以外 最重要的是说你要赔偿 你过去的这么多年 这段期间你用了使用我的专利 使用了多少 因为使用专利是要来生产产品嘛 那这产品的价值是多少 那你这个生产产品里面 应该多少要赔我 不外乎是这样 但这种东西常常也不对外公布 所以你除了是当局者 在里面的人 那你外人真的不得知 他们的和解的条件是什么 真的不知道 那难道说美光有那么大的本事 说他答应要说服美国政府 要放宽对这个福建进华的 这样一个限制吗 好像也不太可能做得到 因为美光是很大 但你毕竟是一家民间公司 你有可能去说服美国政府说 那我现在被告了 那原告福建进华呢 现在也被你美国政府惩罚 就是放在这个 惩罚的这个实体名单里面 那你可不可以对他放松一点 让他可以继续生产一些产品 而且可以卖到美国来 可不可以这样子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很难 所以应该是钱的问题 那福建进华 大概也冤立和解的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他现在开始复苏 因为华为的介入 华为给他订单 也给他计数 所以他慢慢又活过来了 虽然生产的东西慢慢就不太一样了 可是他觉得这个时候 不要再花太多精神去打这个官司 所以多少哪一点也就算了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常听到一句话说 这个路还是要继续走的 要往前看 那当然这个委员刚刚分析说 关键点就在于说 这个和解金跟钱有关 但是和解金金额到底有多大 真的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不过四年多前 看到福建进华是被美国方面 就是以窃取美光商业机密作为理由 那么刚刚委员也提到了 美方就提出了制裁 那也因为这个制裁呢 福建进华几乎是整个要停摆 但在今年却巧巧的复工生产 进华集成就是集成电路 其实我们说的机体电路 进华集成电路这家公司 是在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由福建省政府出资成立的企业 2018年就因为这个事情 被美方制裁几乎停摆 那最近呢他们又有生意了 大客户就是刚刚委员提到的华为 华为同样也被美方制裁 而根据了解呢 华为是提供进华在技术跟采购方面的支持 进华最近也向他们的供货商表达说 2024新的一年 他们的目标就是产能翻倍 所以我也看到了一些分析 就是说达成了这次全球性的和解协议 标示着说两大半导体公司 这个长期争端终于告一段落 有助于修复美光 跟中国大陆之前 因为这个查 就是查禁的这样的关系 当然对于全球半导体行业 跟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从一个最大的格局来看 或许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双方都没有办法在这一场竞争里面 一拳把对方击倒 甚至呢还需要对方有时候相互扶一下 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向前看 所以呢因为这样子 所以美光跟福建进华达成了和解 当然确实这个内容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说不定以后也不太知道 可是呢我们必须注意到 刚刚林委员讲 钱的这一部分 因为不只是福建进华 本来在美国赚很多钱 现在被列入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他现在整个产能还有他的利润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光其实也是啊 美光他本来大概有25%左右的利润 是来自中国大陆 更不用讲说呢 他也被中国大陆福建进华也回告他嘛 对 两边本来就在纠缠了官司 互告 对 那中国大陆的政府部门呢 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中间突然又宣布说这个美光 他的这些晶片没有经过网络安全的审查 所以中国大陆这些公有部门的 这些基础建设都不能用美光的晶片 美光的利润也受损 所以就像委员讲的嘛 钱颠一颠 对不对 诉讼了六年 还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我在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小 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从钱的方面来讲 双方的和解是可以有理由解释的 是要损害控制一下 对 那另外当然 是不是跟美国政府的默许也有关系 因为我刚刚讲了 一拳打不倒对方 发现有时候走起来 要对方相互扶一把 那这个时候 美国说不定就同意美光 好吧 你们就干脆和解 作为我美国跟中国大陆 政府未来在这个关系解冻的解冻的一小部分 说不定有这样的一个默契 因为我们不知道 美方跟中国大陆 他们在高层的这些国安对话里面 针对这部分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什么 我们只能假设 说不定这背后也有更高层的 这个双方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些战略交换的意义在 盛老师这个话 我听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美中之间的竞争好像是美中两个人抱着打 美中两国是抱着打对方 那如果真的是抱着打对方的话 怎么样也打不倒对方 所以从美国的思维来想的话 他现在怎么样能够去打到中国 你说科技方面吧 对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一波一波的 再来一波的这个制裁 也可以做 有没有去不合法的 取得美商公司的科技 也可以做相关的调查 但是问题来了 那就是我们也刚刚有讨论到 科技总是是比政府的动作快很多 不是快一步 是快很多步 真的比政府快 所以我再次说 真的不能抵估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 不管是华为或附件进化 而且我看这个和解 我觉得另外一个考量 从附件进化的角度来看是 他们也有一个 他们可以变成一个全球公司 他们会有一些外国的客户 中国以外的客户 所以他们也不希望 这个管制搭得太久 甚至他们搭败了 所以这个会影响到 他们的未来 可不可以 能不能变成一个跨国的 跟美光和其他的半导体公司 变成一个competitor 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动机要和解 罗斯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Evan是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强的国家 它的官方的速度 永远还是比不上产业的速度 所以刚刚听到说 出口管制司长说 这个围堵其实是有效率的 减缓了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 是有意义的 这个但是在产业 可能耳中听起来 也许并不是如此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节目 我来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最近在游戏产业 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 国家新闻出版署 12月底 他们公开了一份 《网路游戏管理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这个草案当中出现了 线上游戏不得设定每日登入 还有首次除职 跟连续除职 这些诱导性奖励的规范 所以市场就开始担心 未来官方会不会对于 未成年人上网玩游戏 还有用户每日登入 还有充值的限额 都会有更严格的规范 那这样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 整个网路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网路游戏的产业发展 可是北京 为什么对网路游戏的管理 开始在规范上 会如此的严格 是要预防些什么吗 我想先请一下 黄老师带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网路的规范 其实我觉得是 既在大概两年前左右 他本来是规范 小孩子玩手机 不能够超过多少时间 那这个是 当时是 对他的身心健康 还有眼睛健康的规范 但这一次的规范 我觉得主要是 包括网上除职等等的 说实在 除职是一个商业这个 刺激你进一步消费的一个做法 因为你除职可能会有 邮会或什么的 但是商业做法是刺激你消费 但是从政府的角度 有时候他认为说 会沉迷 推坑 对 把人民推入前坑 还不起钱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总体而言的这种 这种手游游戏的规范 而且手游游戏 说实在 它在中国大陆 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而且这些一线二线的城市 他们有不少 其实有相关的这些手游的企业 或者甚至像我知道 像上海 苏州的 南京还是苏州吧 都有一些所谓的手游电竞厂 不是手游 已经到电竞了 到电竞 所以整个电竞或者是手游 这些线上游戏的产业 非常的蓬勃 这是好事 但是如果它跟钱有关系 特别是人民的债务有关的话 那当然中共中央 我觉得它站在所谓的 照顾人民或辅导人民的 社会生活的角度 它会介入 因为确实中国大陆的经济 现在有一些放缓的问题 那么如果人民再加上 被这些钱坑所套牢的话 那中共的社会的这些 不安 不满会更高 那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控制 就会更加的难以琢磨 所以稳定会有影响 所以我觉得 这是最大的一个做法 当然了 这个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所以这些手游业者 会不会慢慢的移往海外 譬如说什么 英属维京群岛等等的 然后有海外 所谓海外这个游戏 进入到中国大陆 它跟海外的业者 合伙人再继续分帐 这也是一个可能 对 所以我觉得还有 未来还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现在这个整个手游业者 还有这个游戏业者的市场 短期内 我觉得当然大家会紧张 对 从业者端去思考这个问题 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用户的自由意愿 就是你决定要不要充值 这是你自己决定的 不是我逼你的 可是如果是有一些 诱导性的奖励 比如说充值第一次 你可以加值再多少钱的话 其实就是鼓励性的 就让这些用户能够主动的 去想要再做充值 但虽然说这个政策 你说它是一个草案 征求意见稿 还没有完全定案 可是投资人的信心 已经受到了影响 12月23号 在香港上市的 包括腾讯 网易 Blee 还有中国新动 中国快手 金山软件 相关游戏的平台 这些公司的股价 都是跳水大跌 其中网易跌了24.59% 腾讯也跌了12%以上 尤其腾讯大跌38.5港元 市值在一天之内 就蒸发了3600多亿港元 折合美元是468亿左右 它的市值剩下了3349亿美元 对比2018年 腾讯的市值 曾经一度高达9591亿美元 这落差真的是相当的大 当然现在大家得关心的 或担心的是说 中国大陆的游戏股 因为这个政策 出现一个崩盘的挑战 但对于中国大陆的游戏 特别是网路产业的发展 有可能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这什么评估 委员 这冲击应该是很大的 我要看一下 中国大陆现在所谓的游戏的用户 6.68亿 14亿人口里面有 这个叫差不多一半 一半在玩这个游戏 而且他是有登记的用户 那上半年的产值多少呢 1442亿人民币 这真的很吓人 所以也就是说大陆很多经济 项目发展不好 可是在游戏这方面 线上游戏这方面 好像还成长得蛮猛的 我知道像台湾有些商人去大陆投资 就是所谓的智慧游戏机 那他们办那个展览会 比如在台北办的时候 我去参观过 大概就是 就是大概一两百台 那个陈列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DAMP 对 可是后来在大陆 听他们讲说是 近千台这样子 然后他们在那边 台湾人其实在那里 他们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办展览会 譬如说到马来西亚到菲律宾办展览会 政府补助他们 所以为什么成长这么快 是他们政府在鼓励 认为这个电竞的产业 是有助于他们的经济的发展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认为行业的悲观 最主要不是指现在 是看不到明天 对 刚刚魁伯讲的就是这样 你2021年的时候 你打击的对象是 年轻人 这个儿童 青少年这些 希望他们不要沉溺在这种 线上游戏上面 可是你现在打击的对象是全面性的 而且你最早是为了孩童们的健康 你现在是把意识形态都放进去了 不能有 现在游戏不能反对国家统一 不能有带有民主的仇恨 善良风俗 不能违反善良风俗等等 你这全面性的打压了 这下子当然就看不到明天了 而偏偏腾讯又是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游戏上面 这个网上的这个游戏上面 它沾得非常大的那个 对 percentage 那你讲如果说真的跌 你上个礼拜五来讲 跌最多是网易跌 网易 那个叫网易 它跌了24.59 就差不多24.6 百分之24.6 一天跌这么多的量 跌这么多的 这个股票跌得这么惨 可是腾讯因为大嘛 他父母大嘛 他跌百分之12 就已经压死了很多其他家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不到明天 我也不太了解大陆就是说 这种东西在全世界 你要全面性的去限制都是蛮困难的 那大陆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 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来打他 我如果不单是考虑到一些年轻人被 身心可能说到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花太多钱在上面 可能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对他们来讲可能维稳 维持社会的稳定 不要有这种反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出现 可能是他们更重视的 确实在拿捏之间很不容易 因为你说要顾及到产业发展 但是又必须要去就是说去避免 刚刚提到说未成年人或甚至包括成年人 这个沉迷于网络游戏 这中间如何取得一个均衡一个平衡点 那看到中国大陆的游戏的产业受到这样的影响 不过在美国这边倒是看到说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相较于中国大陆的游戏公司的股价 面临崩盘的挑战 美国游戏厂商包括了一些大家所熟知的 像是易电就是Electronic Arts 他们的股价则没有什么波动 另外像Take-Two Interactive 还有那个Roblox则是走高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 过去中国大陆的法规曾经要求像易电 还有Take-Two这些厂商必须要和腾讯 网易这些中国公司合作才能够发行游戏 也限制了美商在中国大陆市场的成长 而中国的市场只占了易电跟Take-Two 全球收入2%而已 所以幅度算是非常小的 那Roblox则是没有任何来自中国大陆的收益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说 现在看来美商反而因为之前的一些限制 应或得福 真的是应或得福吗 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要看中国多快开放给外商公司 在中国境内发行游戏 我相信早晚一定会开放 你觉得会开放 有点像金融界 金融界也是等很多年了 然后偶尔是小小的开放 过几年再来小小的开放 要看是什么样的产品业务线等等 那游戏先上游戏这个行业也是 大陆会慢慢的开放 但是我们也要看美国政府在贸易谈判的时候 会不会把这个行业变成一个high priority 因为过去美国会强调 不管是金融界或者农产品等等 这些行业未有限 看看以后美国不管是拜登总统 川普会来执政 会不会把这个行业变成一个high priority 这个是一个玩耗 游戏产业比较像是娱乐或文化相关的 它跟目前中美打得非常激烈的科技竞争 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实际关联 所以怎么看中国游戏在全球他们的竞争里 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因为中国在按照很多民调 中国这个国家它的reputation 它的名利在很多国家是低了 而且很多中国的hardware 引体被限制 不管是华为或其他的商品 不太在很多国家已经不太受欢迎 所以玩游戏的朋友 会不会也是看不好中国来的游戏 这个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吧 你觉得是政治问题 所以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吗 这个环石的前总编 胡锡进他也针对这件事情在社群媒体上面 就发文表示说 对于中国大陆股市当中 游戏板块最近出现大跌 他感到沮丧 但是他仍然呼吁投资者不要慌张 而胡锡进也对于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 是表达强烈的信心 当然也引发了业内外的一些广泛的关注 跟热烈讨论 那游戏股崩盘呢 胡锡进的喊话 因为毕竟胡锡进他大部分 都是针对时事在做他的评论 能够对于这些投资人的信心挽回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而且信心挽回的话 可能还是必须回归到基本面的问题去思考 这一点 各位老师您觉得如何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 中国大陆它还是一个新兴市场 只是它很多人把它认为是新兴市场的特例 因为它跟什么 譬如说什么印尼 马来西亚 或者像伊索比亚这些其实不一样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够大 而且它很多地方 其实是有蛮先进的一个进步 所以既然它是新兴市场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新兴市场一定会有一些摸索 然后还有些转型 还有一些创新升级 一定要的 其实每个国家经济体都需要这样 中间可能都会有些震痛都有可能 对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游戏经济 它其实也在摸索 也在转型 所以你不能说 中国大陆转型就是一个大问题 对 我们当然要注意 它不要变成一个大问题 但它的转型 还有它的这些政府给它的控制 会不会是一个未来的麻烦的来源 其实我觉得现在讲都还太早 太早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第一个 其实中国大陆它在推动这些 所谓的数字化市场 还有数字化的发展 其实就是我们数位化的发展 这些其实会跟手游或者电竞这些 其实会绑在一起的 更不用讲说 第二个 我们都讲宅经济 宅经济 难道只有台湾有 日本有 南韩有吗 中国大陆也有 宅在家里 或者有色恐的人不想动的 就在家里玩它的手游 玩它的游戏 那这些宅经济 也是很大一笔经济的来源 所以中国大陆 它如果需要靠它的双循环 特别是内需 去提升它的经济成长的动能的时候 它这些宅经济的 它不可以放弃的 所以手游这些一定有它的市场 而且它也是一个人性的需求 其实我们很多都 偶尔都喜欢玩一玩小游戏 只是看我们有没有时间等等的 那最后 当然还有我觉得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 家户的发展里面 我觉得它的这些手游的市场 已经是大家生活的习惯 因为手游还 它所谓的这个一站化服务 手游还有包括像市场调查 还有它的一些线上购物等等 它很多都绑在一起 全部都一起的 对 所以这本来也就是 它们生活一部分 你现在要改其实很困难 那最后我要讲就是说 其实这个转型 中国大陆我不知道它会转到哪里去 但你可以看台湾 台湾现在手游的 业者跟市场 本来大家很看好的 因为台湾的网路一开始是比较发达的 但现在感觉相对沉寂 那台湾的业者怎么转型 第一个 它很多就代理 包括大陆 或其他海外这些线上游戏 它来代理 代理之外 有些它就卖周边的商品 它也是靠这样来赚钱 所以我觉得 转型是必须的 创新也是必须的 但看中国大陆怎么转 怎么创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去摸索 找出一条生路 在胡锡进出面喊话的同一天 就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家新闻出版署 当然也宣布说 批准了105款中国游戏的版号 因为这个游戏 其实跟出版品 跟书一样 它是需要出版品的版号的 当然这也是北京当局首度一次过审 超过100款的游戏 这当中包括了腾讯的逆战未来 还网易的引火突击等等的游戏 游戏产业共同组成的一个叫做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他们也透过新华社表示 认为出版署的这个动作 有力展示了主管部门 积极支持网络游戏发展的鲜明态度 而且广大游戏企业深受到鼓舞 怎么看待新闻出版署 就是官方对于接下来 因为刚刚提到说 现在是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很多产业是 关系的是未来的问题 对于游戏 网络游戏产业的管理策略 这个部分要请教一下委员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难 就是我是想起陈远跟邓小平 当时在争吵 邓小平就觉得说 就大开大合的干嘛 就实验嘛 对不对 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道理嘛 对不对 就是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嘛 所以他是用一种比较勇敢的方式 在发展这个经济 那陈远就认为说搞鸟笼经济 一放就乱 然后一搜就死 所以有些不能放 有些是可以放 他就要有管控的 这样的经济 这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这种做法 是不是 不过事后想想 大陆能够用这么快的速度 经济在成长 大概证明邓小平是比较对的 因为你很多东西你没有做过 你没有去做 你怎么去做挑选 所以我觉得后来他们 游戏机的这个问题 后来会开放 一夜之间好像就有所转换 这里面其实也说明一件事 他们政府内部的决策过程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他们相关的部门之间 有没有坐下来大家沟通 我们在政府里面常常也是 两个部门讲的话不一样 像这么重大的产业 这么重要的产业 要做这么重大的限缩管制的 这样的一个下降的一个禁令 你相关部门要坐下来充分的讨论 辩论最后再拍板定案 你一夜之间可以翻转100家 就要通过了 没有问题了 那就表示说你的决策过程是草率的 所以大陆现在还处于很多事情的决策 还是处于那种好像在磨合的阶段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太了解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 这个影响层面到底有多广跟多远 还是回到那句话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今天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军方的最新人事的异动 中共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25号在北京举行 两位新任并且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 在画面当中分别提供给您看 就是一位是中共中央军委 联勤保障部队的前政委王文全 他是升任南部战区政委 另外一位是海军的前参谋长 胡忠明是升任海军司令员 我们先来看胡忠明的部分 胡忠明在简介这边有看到他 曾经担任过海军潜艇第二基地司令员 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 而且曾经在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市名列第一 所以他是非常优秀的 过去也曾经担任过非常多重要的军职 所以中国青年报就报道说 胡忠明是一位勤学苦钻新型装备探索创新 训法战法 勇闯深海苦练沙迪本领的学习型艇长 先来看一下他雀评中选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 伟员您觉得 我说第一个就是说他大概是真的很专业 他多在海军 而且他的资历看起来是非常的完整 他在譬如说他在潜艇第二基地当过司令员 这个然后他在北部的战区当过副司令员 接着当司令员 副参谋长接着是参谋长一路这样 所以资历非常完整 历练很完整 而且一个人历练这么完整的过程中 应该是有问题早就被人家挑出来了 他大概属于比较没有犯错这一型的人 然后第二个是不是跟他的本航有关 他真的是出自 他真正是来自潜艇单位了 那潜艇是不是未来在 就是中国大陆整个作战的构想里面 是不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想应该是 因为你在水面上来讲 美国的这个水面作战能力 真的比大陆要强很多 可是在水下来讲 当然美国还是最强 但是在水下来讲在潜艇这方面 潜艇是非常不容易探测出来的 所以哪怕是传统性的潜艇 都可以发挥非常大的逆踪跟起习的效果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这个他的专业 所以要提拔他来当海军的司令员 让海军未来的发展 潜艇是不是慢慢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部分 你这个水面舰尤其是航母 它已经造了几条出来了 所以可能现在要发展海面 水下也不一定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也有忠诚度的考量 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枪杆子出政权 所以忠诚度大概是能够干到司令员 他能够干到司令员一个最重要的考量 那习近平这阵子换了很多 他上台到下换了很多人 当然对他来讲的话 我就是要掌控这些人 那我让什么人当将军 什么人当上将 什么人当司令员 这些人当然一定会对我忠诚 早就已经先审核过的了 所以我想在政治上 在忠诚度方面都有考量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也一直在所专业建军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这位这个说胡忠明拿出来 以他的整个的资历来讲是很完整的 也大概比较不容易受到批评 就是专业度完整度 还有忠诚度 那就是胡忠明 另外一位晋升上将军衔的 另外王文权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王文权他原来是担任这个中央军委 联勤保障部队政委 这次则是升任为南部战区的政委 南部战区我们知道是解放军的五大战区当中之一 战略方向是面对南中国海 还有周边的地区 王文权他过去是管后勤的 但面对这个南海争议相关的国家 比如说像菲律宾或越南 这越来越有自主性 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 未来越来越严峻的南海局势 大家也在关注 怎么看这样的人事安排呢 黄老师 我刚刚讲的胡忠明 还有现在讲的王文权 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委员 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还有跟党中央的关系 我想目前看起来是毋庸置疑的 是 好 那第二点就是说 当然这个胡忠明他的工作是 等于是主战的军官 作战的军官 所以他的那个分量 对于这个战争的布局来讲 会更重要 那关于这个王文权呢 你可以看他过去一路的发展 不管是在济南军区的政战部主任 或者到了27集团军的政委 然后到了东部战区 72集团军的政委 反正他一路上来都是政治委员 那政治委员 当然他的位阶跟当地的 作战的最高主管官员是一样大 可是政委他负责的就是一些 政治忠诚的考核 还有官兵的一些这个 譬如说基敏资料的保护 等等等等 他是属于表 还有贯彻党的意志 要让党的这个思想可以 正确的传达到官士兵的身上 所以他都是做政治工作的 他现在到了南部战区做政委 但是我想他对于中共的 不管是军力的部署 或者军事方向的调整 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过去一路就是做政委出身的 在台湾来讲就是政战系统 一路做上来 他不太具有这些实战的经验 不过至少表示 他是习近平可以相信的一个高阶的军官 简单是贯彻命令 这个说到就一定要做到 不过从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央军委一共是分成十九次 晋升了七十五名的上将 二零二三年以来 中央军委先后在一月六月跟七月 还有包括十二月 举行了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总共有七名将官那么晋升 这也是1988年恢复军衔制之后 升任这个晋升上将次数最多的一年 而且也创下了三十五年以来 次数最多的记录 怎么分析习近平在管控跟掌握 就是一些高阶军方人士上的思维呢 虽然很多外国专家 他们都会说这个是 等同内部非常不稳定 习近平很怀疑 很多这些高层的忠诚度 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忠诚度 所以很多外国专家 他们说这个是代表 内部非常非常不稳定 但是我不怎么认为 我觉得他 习近平他从2012年 他当国家领袖之后 他非常 他管控军事系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有更新更换的动作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不用做太多的联想 真的 OK 好 进一步来看 中国大陆解放军这边最近的新武器 因为海军舰队航母 提供情报用的战略预警机 也就是中国大陆最新锐的空警3000预警机 那么这个空警3000是使用 数位阵列雷达技术 双面阵雷达 大陆叫双面阵雷达 号称是全球首款反隐身的空中预警机 也就是说即便是美军的F22跟F35 这些隐形战斗机也可以被这架 预警机给侦测出来露出原型 而且据报导说 美国空军新开发的B-21隐形轰炸机 也躲不过这台空警3000的侦察范围 但这是报道上面所描述的 所以外界认为说空警3000 不像过去的传统预警机 采用的是大圆盘的布置雷达 而是使用一个最新科技的 新体制共行雷达 能够让这个空警3000 具有预警 侦察 电站 指挥系统 综合在一起的这个高优异能力 所以在他加入了整个解放军 空军的行列之后 未来在第一岛链的军力投射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呢 委员 您觉得 要先这样讲就是说 所有的战机都希望说 我看得到敌人 但是我希望敌人不要看到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要认识的就是说 所谓这种预警机 就是等于是空中的 机队的它的灵魂 它的眼睛 它的耳朵 因为指挥管理通讯这些 情报这些 你都要靠这个预警机来收集 然后来分派出去 它这个预警机 通常我们看到头上的圆盘 比如说我们的E2T 这些都看得到 那个雷达 那个其实是很碍事的 第一个它很在面积 第二它很重 第三个它很容易被看见 第四个它没有办法看得太远 它有受到一些角度的限制 现在飞机就是 我们所谓的共性雷达 就是共性天线 它把整个雷达这种功能 它做成像天线一样 整个贴在整架飞机上面 在机身 用蒙皮 变成一个蒙皮把它贴上去 一个智慧型的蒙皮 所以它的感官变得更加的灵敏 而且比较没有受到角度的限制 因为它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 一架飞机飞出去 上下前后左右360度 都是雷达 都可以 都是具备雷达的功能 所以这个飞机 这个科技的发展 这是很令人惊讶 就是很吸睛的 如果中国大陆的确具有这样的一个能耐的话 那未来来讲不是第一岛链的问题 它应该它会更愿意 更勇敢 更有能力突穿 第一岛链 突破第一岛链 会往第二岛链的深处下去这样子 因为它既然不容易被看到 不容易被发现 因为它已经变成蒙皮了 没有那个大的圆盘在上面 对 所以它就会收集到更多的情报 可以引领整个的机队 往更远的地方 去进行侦探或是作战 不过这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对美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像刚刚讲说 連F-22 F-35 号称可以逆终的战机 都能够被侦测出来 那这不得了了 还有包括B-21 所以美军也不可能是坐以待毙 这一定是会想一些可能的反制战略 黄老师觉得有可能哪些反制战略会 对于这些预警机 我觉得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先确定 包括中共这边的说法 说这些空警三千 能不能够隐行 有些人认为可以 但是美国就算看得到它 美国也可以说我不告诉你 所以它是不是能在战场的隐行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关卡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它不能隐行 那它只是一个侦测范围很广 而且可以用电磁脉充弹等等 去瘫痪一些电网或基础设施的一个 很先进的多功能的飞机 但是如果它能隐行的话 我觉得美国它就必须要提升它在 印太地区的这些电子征收的这些 从上面的卫星到它的船舰上面 还有它在日本这些基地的这些雷达 它必须要再强化 才能够可能抓到这些 这个飞机它的这些可能的踪迹